大家好,在炖鸡的时候,我们很多人都是直接焯水,去除血腥味和脏东西 但是这样做出来的鸡肉,肉质就比较柴 吃起来也没有那么鲜嫩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独特的做法 这样做出来的鸡肉鲜嫩不柴,吃起来也没有腥味 首先往鸡肉里面撒入一把面粉 然后用你的右手给它抓一抓,抓两分钟 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它能有效的去除鸡肉里面的脏东西和血水 往里面加入清水,再抓洗一下,放里面浸泡10分钟 准备一点干香菇,用温水泡发 再切点土豆和青红椒 看一下泡出了很多的脏东西 然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多清洗几遍,清洗干净 这样鸡肉已经洗得非常干净了,给它放入盆中备用 起锅烧油下葱姜炒香,下入鸡肉大火翻炒 这样能快速的把鸡肉中的水分炒出去,吃起来会更加的鲜嫩 炒成这样,炒到鸡肉表皮微黄就可以了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黄焖酱汁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然后翻炒均匀 接着往里面加入清水冒过鸡肉,大火煮开 土豆和香菇放入砂锅 把鸡肉和汤全部倒进去 盖盖中火炖20分钟 时间到了,再加入青红椒炖2分钟 香喷喷的黄焖鸡就做好了 鸡肉鲜香滑嫩,不腥也不柴,真的是太好吃了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